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在台下看着你 到时候天天就当着同学们的面 还有我的面 唱你最喜欢的歌 好吗 好啊好啊 莱德 那天天 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个 你要带来什么才艺呢 嗯 我要 我要唱一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 好 开始吧 咳咳咳 那我要开始啦 咳咳咳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 想快吧 来得 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吗 天天 嗯 已经收拾好了 可以去学校了 好 今天到了学校好好唱歌哦 加油 我相信你 嗯 莱德 我一定会努力的 让林阳老师选中我 这样的话过几天 我就可以去参加文艺表演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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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嘿 喂 你好 哦 是林阳老师啊 嘿嘿嘿 怎么了 什么 天天在学校哭得很伤心 怎么哄都哄不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林阳老师 我马上就赶到学校 天天 嗯 莱德 莱德 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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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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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天 怎么了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哄 莱德 我落选了 老师没有选我去参加比赛 我好伤心啊 哄 啊 原来失落雪了呀 没事没事 来 把眼泪擦干了 哄哄 比赛嘛 重在参与 其实得不得奖都没有关系了 你赶上台去表演 我已经很开心了 哄 哄 可是 可是老师 邀请了别的小朋友去参加节目了 哄 老师安排红蜻蜓唱课 小猪 沛奇跳舞 就是没有选我 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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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t 争取下一次可以登上舞台 莱德 你说的对哦 我一定好好的向红蜻蜓和佩琪学习 争取下一次可以登上舞台 这才是我认识的天天嘛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有了长处就要把它发扬光大 越来越厉害 有了短处也没关系 我们要虚心地向别人请教 向别人学习 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知道了 莱德 谢谢你 哈哈 天天最乖了